好 這位鄭文燦是爆出涉嫌貪污 總統賴清今天在台南出席行程的時候 特別停下來回應 強調是不分黨派 檢調都應該要查辦 誤網誤縱 另外副總統蕭美琴在參加活動的時候 他也接力發出聲明 喊話尊重司法 相對於過去鄭文燦 捲入這個論文的風波 綠營這回從上到下 態度是低調許多 兩個月前在總統賴清德的任命之下 鄭文燦接任海基會董事長 致此時還特別念了一段賴清德的當選敢言 而如今上任不到三個月 卻捲入涉貪風暴五百萬交保 賴清德第一時間跳出來回應 不分黨派 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廢話 檢調都應該查辦 而事情爆發之後 副院黨一早接力發文 民進黨在上午九點五十四分 府方十點三十五分 政院則是在十點四十一分發出聲明 三段回應都大同小異 含話尊重司法 並持誤網誤縱的精神 儘速釐清事實 出席街舞活動副總統小美琴現場 還尬舞一段 只是被問到鄭文燦的爭議低調必談 就能看出副院黨定調的態度 但相較於過去鄭文燦擔任副院長期間捲入論文風暴 當時律上下力挺到底 不難受出這其中不少的轉變 在未來的整個民進黨的這個黨內裡面 事實上也是具有一個接班的一個可能性 不過未來勢必在這個司法案件上 他必須要投入非常大的一個心力 否則未來在這個整個的接班上面呢 很有可能會也會引發不只是外界 甚至民進黨黨內的一些疑慮 鄭文燦涉灘遭侦辦 面臨從政以來最大危機 政治生涯勢必也會受到衝擊 華視新聞張選 陳義偉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